你不想让你去 怎么能缺热的 你也没错 就那几块热 要不是留着还有用啊 我砰砰砰几枪 全给他们收拾了 别冲动 别冲动 要有定力 是吧 二哥 张宝 我看看 快 快看看 你这爸怎么来的 不像是咱训练留下来的呀 小时候皮的呗 皮 皮皮成这样 是不是咱们的问题少年 干什么坏事了 怎么了 小时候我哥是因为我被捅死的 送他去医院的路上 他拉着我的手 一直说 二萌啊 真疼啊 后来到医院 没请他过来 就死了 找他以后啊 我就在想 你到底有多疼啊 然后 以后 我就转院吧 睡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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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大家的心理 好像都很沉重啊 是啊 旅长是因为给特战队送行而于此的 大家感到内疚 不过 说实话 今天队长拿着枪冲出去的时候 我都被吓坏了 我看到了 你当时都傻住了 真要说自责 最自责的可能就是咱们队长了 他可能觉得自己没有追上那个人 所以回来的路上 他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 跟什么去 我要去找他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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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老头 你 你怎么来了 没 没什么事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那个 你 你这是做什么呀 没有 刚才我这个灯没找着 所以拿个蜡烛先点着了 你刚刚不是随手就找到了吗 你有事吗 找我 我没事 如果你要是现在不方便的话 那我就先那个什么 老头 你要的蜡烛我给你 老头 你的蜡烛 我先走 你等会儿 你 你把蜡烛先搁去 是 头疼 你说 那个 那没什么事 老头 我就先走了 我说你们俩都没事的话 赶紧回去休息吧 好 是 葛三宝 你怎么进去了 怎么了 我以前也这样过 不过他今天好笑 估计是你不知道 全特战队都知道 知道什么 老头有个癖好 写东西要点一支蜡烛 而且绝对不能有人打扰 就算是再急的事啊 如果打扰他 他也会急 刚才他没骂你吧 没有 就是把他吓了一跳 那可 参谋 你这待遇简直前无骨着的呀 我刚来时也不知道 可是作为他的通讯员呀 有一次他正在写东西 我刚进去 他上来就把我冲骂了一顿 直接把我轰隆出来 还说什么要把我赶出销了 我好不容易才进来的 你们队长还说过 这么混蛋的话呢 我真是不敢相信 是啊 却跟变了一个人一样 而且啊 他白天写作业 要点一支蜡烛 那时候啊 我们都知道 这个郎头 没事让我写点东西 但是没人知道 他写的是什么 所以那时候我们新兵呢 就说他是个情圣 没事就去写情书 还不让人看 不让人知道 后来瞒不住啊 我们才知道 郎头心情不好的时候 会写一些报告 或者有些作品 不过 刚才还好你来了 不然就尴尬死我了 你们郎头这个小癖 都还挺可爱的 不是可爱 是情怀 后来我跟郎头熟了 而且我俩可亲近了 他就告诉我说 点蜡烛是因为 好像我们要跟他说话 这样他才能写下去 那以前的时候 我怎么没发现啊 主要现在是 最高战备状态 他也没时间 顾得上写东西 再加上他今天心里也难受 上次雷兹哥牺牲的时候 他也这样 除了那训练场啊 他一句话也不说 好 小梁 你家里出了那么大的事 你还顾着他 真的不容易啊 可参谋 郎头她今天才告诉我 因为我之前想家呀 老拿奶奶的照片看 她怕我弄丢 就偷偷把我打印了一份 来 这个就是我奶奶 奶奶的遗照有了 对我来说也算多了个念想 可是我想说 大家表面上看到我 为郎头坐了这儿坐了哪儿 但是没人知道 她背后我们能考虑到多少 嗯 那 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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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好了 谢谢哥咱们 走吧 哎 晚上夜餐还不错啊 是 那个 天高 嗯 那个 天高 你是有什么话要问我是吧 是有两句话 但我不知道我合不合适 是 咱们这么说有什么不合适 其实我觉得吧 也没人说战备时期 什么都得放下 但是我觉得咱们这一次演习 还是挺重要的啊 好 那个 我跟葛念念之间 最多就是新生 就跟没别的 好 那个 没有就行 我 我就瞎问问 行 那你咱俩休息啊 拜拜 我去叫你了 好 拜拜 拜拜 好 谢谢 UD 是啊 我俩胸神恶伤 我 我非常感谢你 今天可以跟我说这些话 谢谢你 但是 我们俩之间 我们俩之间已经过去了 我们俩之间已经过去了 跟我们的过去 彻底道个别吧 说完了 也轻松了 说完了 也轻松了 你去忙吧 我还要继续采访呢 再见 你也保证 花姐 明天是你生日吧 亏你还记得 想要一个什么生日礼物啊 这都要打仗了 还过什么生日 差点 我们更好的 保证 看 我会好 Screen 快看 我还看怎么了 不是 订阅 练 来 怎么了 没事 我自己摔着 什么事 哥哥 你被蛇咬了 你吵吵啥这么大声 有领导 别吵吵 走 跟我去医务室 来 我自己打扎到啥就行了 被蛇咬了 还不去医务室 好 快 医务室 走 快走 班长 我来 等一下 都什么时候了 快点 快点 快 走走走 来 华医生 慢点 慢点 快 给我紧 华医生 骇克被蛇咬了 你看一下 念念 快拿血漆 好 我给你 来 拿你把他手里的录下来 来 主持人 运不运气呢 没事 我能挺得住 小心 对 这只中了 确实 确实 好 好 好 来 过来 队长 他怎么了 南投 我领导被毒蛇咬了 华俊一 他没事吧 后队长 幸好来的是我带着血清 虽然他急着吃了毒血 但是没有血清 毒液一样会扩散 不过现在没事了 另外 注意伤口就好了 这样 咱们先回去 好吧 有什么事回头再说 走 等一下 老板 怎么了 老头 咱们特战队的人 过生日 是不是都得过呀 你想说什么 华医生 华医生 是不是我们特战队的一员 是 那就好 华医生 我代表萧郎特战队 祝你生日快乐 你 我 我是代表全体官兵 祝你生日快乐的 你拿着吧 文泽参 你到了 你是因为彩花才被舍咬的 你 你 我是代表全体官兵 我 董才 被舍咬成什么样了 你现在得休息 别打岔 我就问你是不是 报告 是 知道现在是什么状态吗 最高战备 你要被处分吧 你要被处分吧 报告 要处分就处分我吧 是我让文泽才采花 献给华姐的 前前后后都是我出的主意 是我战场意识薄弱 放松了警惕 做事情稀里哈拉 没有做到尊重战场 更不应该的是 还给战友带来了麻烦 他就被他摹剑了 你真不应该是 那都被他摹剑了 我现在就被人家摹剑了 也就是没什么 怎么准备 你被人家摹剑了 你被人家摹剑了 你这儿没什么 你我被人家摹剑了 好好休息 走 小心点 完领埋 葛才谋 我等会儿 天高 这事跟葛才谋 应该没关系 注意你的情形啊 我有份存 葛才谋 您不是第一天当兵了 战争不是儿戏 这个道理不用我跟你说 是吧 狼头 我承认错误 您别叫我狼头 小狼现在是一级战备状态 你让我的兵去采花 你们俩是来部队锻炼的 现在部队 训练就要结束了 马上要军事演习 我想过了 我 会跟上级申请 你们俩可以退出了 退出 凭什么呀 难道就因为 稳斗才被舍咬了吗 因为你们俩没有准备好 你没有权利赶我们走 我会跟上级说清楚原因 什么原因 因为萧浪有你们俩在 会影响我们的战斗士气 就这个原因 你说什么 狼头 葛参谋和华医生 在训练过程中表现得非常好 你闭嘴 你用不着胸刀 我不用你拧 我走 我现在就走 葛参谋 狼头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葛参谋 明明是文斗犯了错误 文斗才他的问题 咱商量好之后 我会跟他聊 不公平 你因为今天下午的事情 我心情不好 除了事呢 也不能归来到葛参谋室上 这你个臭小子 你想说什么你 知道你心里难受 葛参谋晚上专门找你 就是为了让你情绪 不受到影响 你倒 反倒把人家撵走了 晓亮 晓亮 你给我回来 这翅膀真是都硬啊 这翅膀真是都硬啊 莲莲 你怎么了 这翅膀真是 你这是要干什么 我干不下去了 我要走 这是谁又招惹你了 我问你话呢 你正在执行任务 那我回去就跟领导说 这个任务是忍不咬住行了吗 葛叶叶同志 你看看你的样子 你是要军人吗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你想来就来 是要走就走的吗 更何况 没有导演部的命令 谁也无权让我们离开 是不是贺队长 对你说什么了 是不是 我都找到了 别人 没有 是 肯定的 你不是 你如何 你看看人家小梁 年纪比你小吧 家里出了多大的事 但是这仗还是要打 你说你这才多大点事 咱们是战事 战事呢 首先要有纪律 小梁 春心 你好好休息吧 我替我领导站上去 回来 狼头让我去啊 狼头改主意了 我去 反正我也是有事 没发烧啊 小梁 哥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 反正我去跟你说一声 哎 小梁 哎 这几天脾气长得比一年还快 小梁 回来 这怎么了这是 不知道 原来没事啊 关 啊 算了 华立萨 我 我 我代表硝狼特战队 祝你生日快乐 快医生 我 花海开在之上好看 而且更长久了 是 花医生 昨天不好意思啊 但无论怎么样 还是祝你生日快乐 那个 昨天对不起 是我对不起你 还有 那花 挺美的 对军人来说 最美的花 就是沾滴火花 就我说呀 你就疑神疑鬼了 这车直接上外面租就算了呗 咱衣服 不也有现场了吗 放屁 不穿当地人的衣服去打脸 一眼就能认出你了 这人这么多 随便搞些什么就完了吗 万一有劳 藏在羊群里咋弄啊 这 这 这不可能吗 这个 那一帮人可贼着呢 小心点吧 是 二哥 你真神嘞 他们真来了 他们需要违装 需要租车 还需要人带路 那为什么不直接去租啊 说明他们还算谨慎 怎么让他们上钩啊 我来 收党思苗 收党思苗啊 高架收 兄弟 党思苗有没有 收党思苗啊 什么店儿啊 啥价啊 看到没有 绝对是高价收 如果您是有苗的话 土苗给你 快服 镜苗给你八块八 可以了吧 这不是二舅吗 二舅 二舅 快拿东西 你刚好 对对 二舅 啥东西啊 上次那个事儿知道了 那个 拿东西啊给你 来 再给你赔个不是 拿着鸡蛋 算了吧 你们两个 拿着 拿着 你先拿上吧 那个 我这儿还卖苗 我现在不给你多说了 好 好 好 那思哲啊 有户是三老四啊 记住 到我那家去吃饭啊 好嘞 好嘞 我晚点啊 记着啊 晚点啊 这 不好意思啊 亲情 咋样啊 你们那儿有没有苗 我这儿价格可以呢 你要是有 还能再贵一点 你们是本地人啊 是啊 咋啦 请你们口音 你们好像不是本地的呀 好 哎 我看你们还租车呀 哦 租车是吧 这兄弟的买卖 你看那货车谁租呢 这他过来帮我收药来了吗 好 那个 有没有买卖 你们想不想做呀 我们就做买卖的 还有啥买卖不想做吗 好 这样 那个 先留个电话 等急事散了 再说 你有苗拉过来就完了 还留啥电话呢 放心 这买卖 不会让你们吃亏的 哎呀 你给我拿着 正忙着呢 要我去把电话给他们 行吧 来 哎 老人 快 哎 干什么 mentor 你休息一下 走 龙叔 幼儿已经被咬住了 好的 丁几 是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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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子被灯抓了 墙子被灯抓了 陈主勤 陈主勤 你找人去仔细监听 都已经安排了 黑豹这伙儿太大 我总觉着没那么简单 别让他们把我们当成了替死鬼啊 是 但是 您能确定 墙子能踏入黑豹内部 他就是个蟑螂 死不了 好久不见 是啊 你最近好吗 非常想见你 我也是 是 对了 有个惊喜要给你啊 哦 是吗 老同学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原来要杀我们雷旅长的人 是你 你怎么知道 我们见过你 我们见过你 为什么杀我们雷旅长 杀了他 杀了他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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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华医生 贺队长 想跟你说一声生日快乐 谢谢贺队长 这萧郎每个战士过生日 我们都会给他一起庆生的 可是这几天 华姐 我们也不是 萧郎特战队的人 什么生日不生日的 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啊 华姐 你也帮我收拾收拾吧 说不定啊 今天中午我们就接到 被撵出去的命令了 不是 葛参谋 我 我不是那意思 我昨天 您昨天说的话 我听得很明白 是我们拖后腿了 有我们在 这场演习 也对萧郎特战队就不公平 是这样的 我今天想跟你说声对不起 想跟你抱歉 我昨天确实 不应该这么说 贺队长 您不知道吧 中午 我和念念还在商量 战斗方案 晚上 你突然就要脸塌走 我学了一点心理学 越是大战在即 大家的心理 越是微妙 作为指挥官 你更应该多一份理解 和疏导 谢谢你的祝福 不是 我 我 我 说得也是有道理 说得也是有道理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蒙湖旅 已经进入阵地 悄然顿入地下 向右郎特战队 也离开了猪军场 两斤距离 两百公里 想骗大家对这场战斗 做一些预测和构想 如果让特战队知道战场在哪里 蒙湖旅 一只整整地合成旅 就算纹丝不动地坐着 特战队也无法找到他的突破口 如果让特战队知道战场在哪里 蒙湖旅 一只整整地合成旅 如果让特战队不知道战场在哪里 或者给他一个假象 让他穿越战场周边南下 蒙湖旅就会发起突然攻击 如此 遭受突然袭击的特战队 就会成为一群被袭击的狼群 孤军深入 像特战队这种作战灵活的小分队 就会迅速在已经运动起来的蒙湖旅中 按照搬排作战的模式 寻找蒙湖旅的缝隙 刺激迫害他的战斗单元 这样运动起来的蒙湖旅 就会留下口子给特战队 发挥匕首和刺刀的机会 战场就此会展开 当兵力处于劣势 而且信息也处于劣势的情况之下 这种策划 对萧郎是不是太不利了 为什么提前大半个月 钢筒特战队 战斗就要打响 就是钢筒们 他的战场 就在自己脚下 如果特战队遭到伏击 还在犹豫打不打的时候 特战队被消灭了 那就是他们临战意识不强吗 我不赞同这种做法 一来 这不符合 特战部队的作战风格 二来 这场演习 考验的是蓝军蒙古里的 防侵扰能力 如果真建立一个铁壁铜墙 以装备和兵量优势 是歼灭一个小小的特战队 一如梦中捉鳖 所以我们应该尽量地给 萧郎特战队更多的提示 让特战队主动地去想办法 打击行军之中的蒙古里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考验 蒙古里的能力 说得没错 但是我要强调一点 这次演习 不是考核单方面的作战能力 而是一次双向考核 那个 我来说一下我个人的意见 综合大家的想法 我认为遭遇战 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下命令 让蒙古里北上 让这个特战队南下 这样双方都在猜测 各自战场时 都要打一个问号 一个是联合打击力度强 一个是灵活度强 这样 就是一个最好的考验 我担心 这样的话 当特战队遭遇到蒙古里的时候 在短时间内被火力覆盖 而全军覆没 这样 一场演习 在一个小时之内就结束了 是的 我比较认同这个说法 如果特战队 在短时间内被全部消灭 我们会启动 第二道方案 梁三毛 你把第二道方案介绍一下 如果萧郎特战队在首战中 迅速被蒙古旅消灭 那么西北战区的特战旅的 另外一支大队 就会迅速替代萧郎 进入和蒙古旅之间的战斗 导演部将在第二轮战斗中 继续评判双方的作战实力 因为我早就考虑到 毕竟双方力量悬殊 很有可能 萧郎特战队连一天都熬不过去 所以 才准备了第二套法案 杨参方 到 命令 萧郎特战队猫狐旅 延四八零请到 分别向东南 向西北机动 今天下午六十 同时向双方下打 是 同志们 一场没有预案的战斗 马上就要打响 老师 我在想啊 您说对这次演习有所担忧 那担忧的都是哪些方面 两个方面 一个是 战士们在短时间内 难以改掉演习中的疾病 二来呢 我担心他们啊 即使能够做到 尊重战场 但未必能够做到 尊重敌人 特战队只有六十人 从量上来讲 我们的兵力 是他们的二十五倍 前几天啊 我偶然听到几个 战士聊天 说就算是特战队的特种兵 有倚宜当时的能力 但到最后啊 拼干净拼完 对我们来说 损失也不大 向北啊 轻敌必败 这边 从这儿往这儿 就是说我觉得 咱们现在也更有所行动 别白费劲了 战场都不知道在哪儿 到哪儿打啊 哪儿在打仗哪儿就是战场 打仗了吗 哪儿打仗了 哪儿就打仗哪儿就是战场 我看这儿倒像战场 这本来就是战场 哎哎哎哎 这还是杨宜 听我现在分析一下啊 我觉得咱们现在讨论的 不是打不打在哪儿打的问题 而是这场仗 咱怎么打 老师 我认为 只要咱们的情报够准确 作战方案合理 咱们可以 出其不意 攻其不畏 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 出其不意 攻其不畏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以主动出击为主 被动防御为辅 没错 老队长 如果说这仗由您指挥 您会怎么打 您来说 很简单 各单元协同 围成铁壁铜墙 以静制动 如果他们以静制动 那我们很难下手 所以 方法只有一个 让他们动起来 这战斗要素 有各自的功能和特点 隐藏在不同的地形中 但如果咱们 以防御为主的话 那你担心的那些问题啊 估计会被放大 所以我认为 我们应该主动出击 一旦发现敌人 迅速打起 速战速决 但是这么多的风险也很大 我们一动 防御 就会露出口子 所以 守战尤为重要 要么一战绝胜 要么拉开战场 我们特种兵就是隔壁上的油盐 你敢给我一个缝 我就敢钻到肚子里 一旦钻到肚子里 必须一击之胜 要是没有一击之胜 我们会全军覆没 就这么简单 猛虎里现在两个核心人物 一是核心